睡了一半被湧入的日水下行 水源道快跟床一樣高 長輩直接被下行 還有民眾大夜班下班回家 看到家裡變成這麼樣 山土的颱風不止重創南部 北台灣也有不少災情 尤其是基隆在4號凌晨 再度下起豪雨 不少住宅店家通通淹水 路上全是黃澄澄的泥澄 不少停在路邊的汽車直接泡水 而且還從馬路淹上騎樓 民眾捲起庫管 趕緊拿擋水板還有沙包 防止水進到屋內 但是有些住戶根本來不及 早餐店老闆準備開門營業 但店裡桌椅全都髒掉 備品也都泡水 幸好有塑膠套封起來 否則通通報銷 之後趕快清洗乾淨 能就多少是多少 當地里長河許多一緊一銷 一早也出來協助民眾 水沒退就掃水 水退的就清泥沙 忙得不可開交 山陀兒颱風共犯效應 帶給基隆驚人雨量 3號傍晚5點 基隆側站的日累積雨量 已經達到363毫米 打破44年前351.3毫米的測值 但是整天將雨量更是來到407毫米 創下涉戰78年以來最高的紀錄 積水嚴重難以排除 一整個上午都在清掃 畢竟還要上班開店 只能加快腳步 TVBS新聞的新婚藍婷 基隆採摩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